我們有內科的一個後援會 我們也馬上可以跟他們來參考他們的意見 科市長的時候有做了一些管理的措施 那這些做得好的 我們會繼續再做 再加強把它做得更好 就是說一步到位 就從上任就開始做 三件就齊發 那根據三件每一個距離遠近的不同 到達時間各有不同 但是在兩屆任期內 我們要把它完成 那四方合作 中央 地方 民間 企業 我們彼此的合作才會成功的精神 要來創造內湖的一個新歷史 謝謝 謝謝管媽 謝謝張立委 謝謝中理事長 那跟大家報告 內湖交通問題 當然我們看到問題 那當然我們要提出一個解決的方法 那今天我可以跟大家講 今天是阿中第一次跟市民提出報告 我們看到問題 我們提出解決方案 負責任的跟大家報告 跟社會賢達 大家一起來討論 我們的方案夠完整嗎 我們的方案是符合大家的需要 我們看到問題 我們要把事情做好 我們希望台北更好 我們希望台灣更好 那下一張 整體來講 經過這段時間 或是從以前歷史的經驗 我們看到 我們去分析跟專家學者 一起用大數據 一起用現場去探勘 包括了專業 跟市民的期待 跟民意代表的意見 我們找出了相關的一些 擁塞節點 換句話說 在內湖裡面 它事實上是有這麼多的一個點 是會相擁塞的 好 那當然最大問題在提頂這個地方 那我第一個我要指出的 在內湖 它是好山好水 一夜宜居的一個好地方 它是一個科技的重鎮 那今天 它那樣事實上是做得很好 可是將來它要發展 如果這些相關的問題不來解決 那這個好山好水 一家一夜的一個科技重鎮 發展就必然會受限 更何況內湖來跟這個南港 還有相連結 共同要互相的繁榮 一個願景站 那怎麼樣在目前的問題 已經相當的嚴重 這個時候我們立即來解決它 那當然我提出這問題後 那市政府有提出說 這個內湖交通沒有救 那第二個我們黃副市長認為是 只有內科的問題 沒有內湖的問題 那我們認為這兩個問題 沒有一起解決 這個就不算是解決問題 所以我們努力的相對的可能的問題 我們不逃避它 一項一項的找出來 我們發覺大概兩個 一個大概就是這條 我們國道一 是貫穿了這個內湖過來 它算是一條基本的大動脈 那幾個相關的最重要的提頂 這個地方它就有一點阻塞 就好像我們這個血管有一些阻塞 那既然要把它打通來 可能要有一些側支的循環 可能要有單點要突破的問題 那另外它這裡面相關經過幾個橋 因為我們都知道 這邊大部分都是丘陵跟山 但是這邊是基隆河 所以跟台北的交通和蘇陣 整個這個交通非常密集的 就靠這幾個橋 那怎麼樣適當的 讓要經過 從這個南北要經過 不要進到台北的 不要再來經過這個地方 到裡面 到九中路等等 環東這裡面 來做一些擁塞 然後它能夠快速的 這些小的知道 能夠很迅速的 來做一個疏通 所以整體 根據這些問題 我們就提出了幾個想法 那第一個 第二 要提醒我 在這裡面我想大家都有共識 第一個交通的問題要解決 那當然是大眾運輸 其中捷運是我們重中之重 大家都可以想到 捷運我們的東環段 從這一條 我們大概準備從這個建南站 然後一直往下 那當然最後走到這下面 那基本上先跟這個 到松山跟信義縣能夠相連結 那另外明信縣 知道政府只要一核定 中央政府一核定 我們會積極的爭取規劃 那政府核定 有做一個完善的規劃之後 我們會立即來動工 那當然昨天大家也很高興 在西東縣 基本上中央政府已經核定 已經要開始來進行 那這個是一個 捷運是一個核心 好的一個處理的方案 那這個核心的處理方案 大家都這是有共識的 那但是我們要比的是什麼 比的是效率 比的怎麼樣讓它快 我們提出來我們希望八年內 能夠去完成這條東環線 因為它現在基本上的規劃已經有了 那八年的施工的期限 我們會努力來做 當然很困難 當然我們也知道現在都有一些 缺工缺料的一些問題在 那怎麼樣用行政的效率 怎麼樣用积極的溝通 提升工程的品質效率 怎麼樣來努力 總是有目標 有方向 就有達成的可能性 但是呢 這八年內 我們也不能放任不管 就如同我們的柯市長講過 這段時間他認為就是 已經做過一些小禎美容 做了局部的改善 我們也承認 有一些局部的改善 但是離我們想要的 還有一些距離 我們認為中間 還有很多的事情可以來做 第二像我們這個提頂 好第一個 我們大概在這地方 這個交流道裡面 其實它有幾個 就是雍塞的節點 那我們要簡化它 讓它能夠快速的進出 減少在平面道路裡面的一個時間 跟紅綠燈的一個等待 這裡的雍塞 就能夠得到一部分的解決 那但是整個問題只有這樣子 當然是沒有辦法解決它一個 多種道路裡面 在這裡集結的一個狀況 一定要讓它分流 所以在分流的時候 我們指出在行善路 我們在行善路的時候 行善路銜接國一高架 北向進出的渣島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從內湖這邊 園區這一塊裡面 其實有一條很重要的道路 是瑞光路 那瑞光路以前要出來的時候 它要經過很多的這些小路 才跑到這裡來進出 所以這裡面形成一個壓力很大 所以我們要減壓 我們讓它從瑞光路 直接到行善路來 直接從這裡 第二個方案裡面 就可以紓解 我們這個提頂交流道 它的一個不但是動線的改善 而且它的量也要往下降 然後第三個我們看到環東 環東也是內湖裡面 一條非常重要的道路 從這邊從南京東路過來 然後到環東大道 然後到本來的一個景 就是在交流道的部分 這個渣道 我們讓它一個直接出來高架 我們直接往前接 讓它不需要經過這裡的平面道路 然後到這裡面來擠 我們直接高架讓它走 換句話說 本來不想進到 不要進到內湖的 它不需要進到裡面來擠 它直接就通過來往台北市走 然後另外呢 在這一段高速公路 事實上它就是交通流量很大 然後這邊以前從這裡進來之後 也增加這邊的流量 那我們想辦法從這裡 這環東走一直走過來 然後從這地方 我們先從這裡 從南湖大橋之後 從這裡接出來 然後讓這一塊不至於太湧塞 交通的速度可以變快 大家都知道交通只要流量變好 速度加快 那湧塞的情況就會減低 那大家看到 這主要對我們國道一 能夠及時出來 快速的接到這條大動脈 把大動脈塞的地方分流減壓 然後第二個 讓這一段能夠減壓 然後快速不需要進來的地方 盡量讓它從別的地方 就離開了進來了 所以在這裡 已經大部分可以解決了一部分的問題 但是另外 我們再說 大直 內湖 這一段 跟台北的交通 純粹都經過這幾條橋 事實上壓力很大 所以我們特別提出來 我們要從體頂大道 一條路 地下的 穿越 地下連通道 穿越基隆河 直接接到塔幽路 我們可以大幅的這條動脈 一旦起來之後 那能夠減低 我們這個大直 內湖 到我們中山信義 的一個壓力 而且是可以快速的進來 那這條能夠快速的進來 自然就會減輕 這幾個地方的一個壓力 那內湖 內部的一個交通 就能夠得到一些改善 再跟大家報告 其實我們也就是 有想法有做法 那規劃連細節一起做 那當然這些我們提供出來 讓大家一起來討論 有更好的意見 或更好的方法 我們也都虛心的接受 一個政府 一個會做事的政府 就是有想法有做法 然後有能力 那也虛心接受 大家的意見 希望這個市政 能夠越做越好 那當然在這裡面 當然有一些長期的 我們希望拼捷運八年 把我們的東環線做好 那剛才大東賣七年 那這七年不會說七年 都是一個交通的黑暗期 它基本上這七年裡面 前續五年 大概都在地下在做 在規劃在地下做 最後兩年才會冒出頭來 然後那時候會有一些影響 不過因為那前四年的時候 我們已經剛才幾個節點 也都打通了 在那時候 所以有一個空間再來改善 所以這是一步一步的 第一 想簡單 不是想簡單 比較容易做的 時間比較短的先開始 然後中段的 然後後段 然後中這個核心的解決方案 那至於在短期裡面 交通管理 那還有一些改善的工程 在1.5年可以完成 這馬上是一個短期的 那整體用管理的手段 要來改善交通的情況 那一定是一個 整個政府跟企業跟居民 要來合作 所以怎麼樣來溝通 那我們大概下禮拜 我們有內科的一個後援會 我們也馬上可以跟他們 來參考他們的意見 來想像說大家怎麼樣來配合 怎麼樣來鼓勵 讓這事情能夠順暢 那以前在政府 在柯政府 柯市長的時候 有做了一些管理的措施 那這些做得好的 我們會繼續再做 再加強把它做得更好 那在中期的時候 剛才有一些道路 當然就是從我們的一個 體頂的一個 最重要的一個 永篩的節點 然後過來弄了 多增的一個行山路 然後環東進跟出 各有它的一個目的跟方向 由於在環東路 我們看到從南無大橋 然後再過來這邊 再穿出去 其實中間那一段 如果大家有開過車 內湖到東湖這一段 其實它是塞的 那如果把這車流引到後面才進去 那相對大家速度都快 本來只有一條道路在跑 東湖到內湖 內湖到東湖 那現在變成有兩條路在跑 那當然ID效率會比較高 然後長期的時候 大家期待很深的 東環段 我們一定會加快腳步 我們開出了 這所謂的一個跟大家的一個 保證 說要這樣做到 就要往那個地方 不動力去做 克服所有的困難 跟我們的 我們的 等一個土木機師等等 相關的工程單位 大家來合作 來想出一個好辦法把它做好 那捷運民生線 民細線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 道路 那我們在一核定之後 就立刻來行動 那我當然一上陣 就積極把相關的一些行政作業 應該立刻就著手來做準備 那跟企業合作 那當然是道立班時間的一個彈性化 分批遠距的上班 尋求企業的合作 那這裡面最重要的是一個合作的精神 不是一個強制的精神 大家怎麼來配合 怎麼來鼓勵 這個大家要用 我們要做 是道路的規劃 耗製怎麼來配合 這是要用 然後在 我們的一些點對點的 一些交通 怎麼樣來做 這是政府要做的 那企業權就願意 願意 想要這樣做 也願意來配合 那能夠班上 能夠相班排班等等 願意來配合 讓大家都更方便 我相信 我們大家在一個 為內湖更好的一個角度 應該可以達成公式 所以在這裡面 跟大家報告 從道路工程 捷運建設 企業合作 三面的一個角度 我們三見齊發 希望能夠解決這問題 所以我們今天的 就是說一步到位 就從上任就開始做 三見就齊發 那根據三見 每一個距離遠近的不同 到達時間各有不同 但是在兩屆任期內 我們要把它完成 那四方合作 中央 地方 民間 企業 我們彼此的合作 才會成功的精神 要來創造內湖 的一個新歷史 謝謝 謝謝大家 好 謝謝大家 那麼我們非常負責任的 而且經過非常深入 跟全盤的掌握 跟研究之後 這真的是一個 有料的計畫 是真的 發表會 詳細的為大家說明 我們對內湖交通解方的 所有的配套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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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sten Crunch